我有可能三十多年或者四十年我不记得了 但是很肯定的至少有三十年就是早晨起床 前身会湿透了 我会流很多的汗 我的枕头会湿 我的睡衣会湿掉 我的被子会湿掉 有时候汗多一点 有时候汗少一点 之前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然后在最近半年 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去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没有带任何期待来到这个课程 我想罗姨老师是医生 也许我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所以我不去找一般的医生 然后我就来报名上这个课了 昨天老师问你们带了什么目的来 所以我就棘手 我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是我的身体早晨起床会流汗的问题 然后Joy老师就告诉我说 我跟我父亲家族 就是爸爸这一边的家族被迫害 有了连接 当时我觉得 真的吗 然后回去以后我就在想 真的我父亲的家族是有经历一些迫害 从我爸爸到我爷爷就是有 有一些文革或者其他的原因的迫害 我说原来是这样 然后就这样就好了 我什么都没做 然后我也没有做 什么都没做 然后今天早晨起床 我也忘记了 早晨起床 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我还把我的睡衣叠好 因为我要离开这个酒店 所以我把我的睡衣给折好了 搬掉了 结果呢 我来上课的时候 我的同桌就问我 嘿 我给你一个名片 你去找这个医生 他可以治疗你出汗的问题 我突然想到 是 我今天早上没出汗 我的枕头是干的 被子是干的 衣服是干的 特别开心